我们沉重的悼念 王明长使长 为此 不知各位作何感想 我准备在王使长的家乡 修建一座大大的墓 让所有的军人 和全国老百姓 永远地记住他 啊 明长 空袭 是不是毕毕 王什么 我们身为军人 要以王使长为榜样 因为不计 誓死如归 初次 金埔会战 遇到了最后的关头 各位 要以王使长 杀身成人的军人气概 为开幕 切保台庄和徐州 否则 一物战机 失掉阵地 那么 无论他是战区司令长官 或是军长 师长 旅长 我都要严厉的触碰 杀身成人的军人 先生 中共方面 转来一份关于日军行动的情报 你知道吗 知道 听说 是个叫谢夫生的人 从日军军事机关获取的 如果这份情报属实的话 那对我们取得会战的胜局 就太重要了 那是当然 德公 这运河乃是徐州北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了 如果万一失守 大局不堪设计 你对原定作战计划 有把握吗 这次腾线失守 战局对我十分不利 有敌深入 背水一战 这 就是我的决心 可眼下 难就难在 我军三面受理 不能将部队主力 挤住于要害方向 这个嘛 我劝德公 尽可不必忧虑 此次来徐州前 我特地约请周恩来 叶剑英两位将军 共上金普鲁作战防队 周将军提出了 固守要点 各个击破的作战防阵 周将军还告诉我 他们已经令令新四军张云义支队 铁同黎品仙 撂雷两个集团军作战 运动于金普鲁两侧 威胁日军后方 所以 我估计 南线日军不解除后顾之忧 绝不敢爆然渡河北上 来来来 我该我该该我了 来 溜溜顺啦 我来 继续 我来 那我来 来 老公 先生 先生 俗话说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嗯 你我也来算一挂 看看这次鲁南会战的集训如何 哈哈哈哈 我愿得功 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哈哈哈哈 好 借你的吉言 我就 压个溜溜顺吧 好 哦 去 去 看来 天不住我呀 不得功 我看是天随人怨 是在人为 对 是在人为 是啊 要是都能像你我兄弟这样同心协力 那就好了 嗯 日军攻占腾县以后 已经全力向我徐州进犯 根据上海和有关方面的可靠情报 敌 第十师团师团长 击鼓连接 军军不等南县与东县日军的侧影 企图一举拿下徐州 夺取打通金浦县的投工 白庄 为金浦县和台围公路的交汇点 和运河之咽喉 是徐州北面的要害门户 日军 企图拿下徐州 这里是他必经之地 为了粉碎日军 企图直接拿下徐州的战略企图 孙林众部 根据长官司令部的意图 已完成右地深入 牵制日军的全面部署 因此 在塔庄一带 雨滴展开决战 势在必行 根据 以上敌我双方的态势 李长官决心 雨滴决死一战 故此 长官部命令 第二集团军 孙林众总司令 命令一步 担任台团的正面防御 绝不让日军约运河一步 是